长官 我想问一下 我爹为什么会从闪耀山滚落下来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 汪耀的致命死因 是被人用 顿气袭击后脑所指 然后才被弃势在这 死亡时间大概是 昨天下午的两点到五点左右 你说什么 我爹是被人用顿气 袭击后脑而死的 是的 你离死时说 王叔叔是被人所杀 不是掉下山崖意外死亡 是的 我们也在朝这个方向调查 对了 你们知不知道 他生前有没有仇家 或者是有任何相关的信息 都可以提供给我们调查 没有 我爹人特别好 不会有什么仇家的 怎么会这样 我真的不相信 怎么会这样 如果这么一来的话 我们调查起来可能会比较难 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你们几个 有任何相关的信息 第一时间要告诉我们 好 好 警察说 阿庸是被人所杀 难道是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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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的恩兰 起来 我们来给你爹上炷香 爹 古大夫和大爷来看您吗 王妖啊 放心吧 你的家人 我们 会替你照顾好的 王妖 我绝对不会让你就这么冤我个死了 我这就替你去报仇 阿姨 姑姑 我们是来祭拜你爹的 谢谢你们 谢谢 枕东 阿姨 你不要这么客气啊 现在你们全家人都住在我们家 你们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 你爹平常为人又好 他现在突然去世了 我也挺舍不得的 别再说了 你看人都更难受了 对不起啊 人都 我不是故意的啊 好了好了好了 没关系 姑姑 我知道 我们赶紧去祭拜王先生吧 你不是那个唱片行的小老板吗 你怎么在这儿 拼麻戴孝的 他是何秀的长子 你是何秀的长子 那何秀呢 他丈夫死了 他怎么不在这儿啊 娘 阿姨刚刚还在这儿 上哪儿去了 娘 娘 哥 娘不见了 他会不会想不开啊 我去找娘 娘不会想不开吧 你先别担心了 是你 就是你 一定是你 你又来干什么 一定是你杀了王耀 一定是你杀了王耀 你说什么呀 王耀怎么了 就是被你杀的 我杀了王耀 我为什么要杀王耀啊 因为他知道你所有的秘密 所以你在杀人片口 就像你对我那样 不想来想去 除了你没有别人 就是你就是你 你把他还给我 你闹够了没有 你少在这儿血口派人 我杀了王耀 你有什么证据 就是你就是你 你要再血口派人 你信不信 我到警察局去告你 不啊 那我们就都去警察局 看谁倒大煤 反正是你 你把王耀还给我 你 你干什么 我你什么事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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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怎么跟他们吵起来了 我 赶紧把你娘带回去 别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么撒泡 娘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让他还爹命啊 我 我 说不出来了吗 你要再不走的话 你信不信我真的到警察局去告你 娘 快走 娘 走走走 黄经理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去忙吧 嗯 好 想不到 他竟然跑来质疑我杀死的王耀 看来 我得更加小心才行 真可惜啊 爹 强威 爹 你是特地在这儿等我放学的吗 不 我们是去吊咽 吊咽 是啊 忍冬这丫头啊 命真是太苦了 从小到大 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林了呢 他爹啊 还被人给害死了 这叫什么事啊 你们都在这儿啊 静怡 忍冬他还好吧 看他伤心难过的样子 我心里面真是很不忍 先只是希望老天有眼 尽快地抓到 杀死他爹的凶手 他爹是被杀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我们谁都不知道 那警察局不正在查吗 老天保佑 一定要早一点 把那个凶手抓住 警察已经在调查 他的死因了 那 那会不会 强威 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 阿姨 我 我是听到 忍冬他爹死了 所以有点伤心 这事啊 我跟你们说啊 那是有因果报应的 这个凶手 他杀了人 他绝逃不过上天的制裁 我相信 用不了多久 警察局啊 一定会抓到凶手的 爹 阿姨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先回去了 不舒服啊 那快让你爹给你看看 不用了 不用了 我 我休息一会就好了 我 我先回去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最近强威 他总是心神不宁的 我实在是很担心哪 我札五十年 就是解决的 莫了 你不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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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不加钱 乖 你去 这是人啊 火 是呀 何秀 娘 佳夜 你让娘一个人哭一哭吧 哥 你是在哪里找到娘的 在房城的制药公司门口 当时 他在跟房城吵架 还说 要房城还爹的命 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呀 难道他怀疑是房城哥 杀了王大哥吗 不可能吧 这 房城怎么会杀死王要的凶手呢 有可能 佳夜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这是有关人命的事情啊 我没有乱说话啊 佳夜 你刚刚说那话 是什么意思啊 之前 娘一直吵着要跟爹离婚 就是跟房城有关系 我想起来了 前几天 何秀到咱们药铺 吵着要跟王要离婚 就说是跟房城有暧昧关系 还说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天哪 该不会是房城 为了跟何秀在一起 杀死王要的吧 大嫂 你不要胡论猜测 他说的有道理 因为房城有车 他很可能在别的地方 把爹杀害过 然后 把他拉到山上去丢弃他 我看见房叔的车子 从谷家的巷子开出 往城外的方向开去 我还在想那个时间 房叔怎么会在那儿 难道我们叔叔 我们学生的财神 我是不靠世人 他这些了 你怎么不靠世人 他这个人 我想要你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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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要去 我自己有个人 你走 我们走 想不到房成哥是这种人 娘